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啊 在毛竹界有这样一句话 中国毛竹看浙江 浙江毛竹看安吉 安吉毛竹在中国的众多竹香中赫赫有名 那安吉县的毛竹为何能有如此高的地位呢 中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尚书与共中》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 意思是太湖一形成 其周边就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竹子 可见安吉与竹子的缘分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密林竹海 慷慨馈赠 让安吉人在山林间尽享安居之乐 但再快乐的生活也免不了要面对一些小意外 早早煮好竹笋 等待女儿回家的黄大伟就没想到 一向贴心的小棉袄 刚到家就给自己出了难题 所谓进水楼台先得月 背靠竹海 吃损从不是什么难事 可难就难在黄欣怡点名要吃的 可是有笋中极品之称的黄泥拱 竹笋 竹子的幼年 为了平安长大 它们早已修炼出一身本领 冬日凛冽 寒气逼人 小问题 冬笋们悄悄藏在地下积蓄能量 春风和煦 幼笋脆弱的身体暴露在外 没关系 用深黄的皮肤隐藏自己 什么 这样还是容易被发现 那你可以试着挑战一下找黄泥拱 它们可是最激进的竹笋 在其他竹笋争相钻出地面的春日里 黄泥拱继续耐心地藏在地下 它们可是竹笋里的捉迷藏高手 聪明激紧 自然不会主动暴露自己的综艳 每片泥土下都有可能藏着美味的黄泥拱 可总不能为了找到它们 把整座山头都用锄头翻上一遍吧 首先到这个竹子旁边 我们要看找那个竹边 就是要知道这根竹子 它的边在哪里 边在那里 它的笋就长在那里 所以说要找到它的竹边 首先它还要看这个竹子 它上面有个竹鸭 枝鸭朝这边的时候 那个笋 你看就朝这边 这根笋就是这个枝鸭对着那种独边 就是这个毛组长出来的笋 所谓你有章梁记 我有过墙梯 黄泥拱虽藏于地下 但黄大尉却懂得通过竹子的掌势 确定它们的位置 黄大尉看竹寻损的技术 源于父辈的言传身教 如今 他也将这门技术传授给了女儿 在山间搜索黄泥拱的踪迹 寻食材得竹乐 竹林中的乐趣 就是这样在安吉代代相传 但尽管身怀绝技 这次寻损 黄大尉也不敢打包票 因为给他们出难题的 可不只有黄泥拱 按照往年的经验 四月中旬是享用黄泥拱的最佳时节 但今年雨水充沫 气温也比往年高 毛竹笋又天赋异禀 一天长高三十厘米不在话下 一不留神 不少竹笋已经窜到两人高 竹笋季即将结束 竹林春笋已不多见 黄泥拱更是难觅其中 但这次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哭夜之下 泥土被竹笋拱出一个小包 黄泥拱的名字便由此而来 本以为胜券在握 没成想中了黄泥拱的声东击西之际 第一局捉迷藏游戏 黄大尉妇女二人膝败 想赶在春末吃上一顿黄泥拱 就要看接下来的捉迷藏游戏 能否扳回一局了 又在竹林里寻找了近两个小时 躲藏技术高超的黄泥拱 终于再次现身 肥沃的黄泥之下 黄泥拱偷偷探出脑袋 确认位置 拿捏角度 挥动锄头 挖开黄泥 惊喜出现 黄泥拱健壮的身躯 身黄的皮肤逐渐显露 就连月损无数的黄大尉 也是喜出望外 这么大一根笋 我可以摆一大桌两桌了 黄泥拱的绝妙之处在于 褪去了冬笋的青色 又兼具春笋的鲜甜 颜色如雪如玉 甚至有梨子一样的口感 也难怪黄兴怡非他不可 在春笋即将消失的时节里 意外挖到品质上乘的黄泥拱 自然要请出他的最佳搭档 来让风味翻倍 在安吉 冬季腌制的咸肉 只为鲜嫩的竹笋而生 咸肉油脂丰富 味道浓烈 黄泥拱细嫩爽脆 清新淡雅 看似格格不入 实则天作之和 只需简单炖煮 美味集成 一碗简单的笋烧咸肉 是黄大伟从小吃到大的美味 如今也是女儿最喜欢的味道 竹林间的安居之乐 就融在这一口口脆嫩的鲜笋中 清新明媚 浓烈炙热 都属于鲜笋 是春季里不由分说 直冲而来的花香 又像是夏日的四火焦羊 可竹子的美味 从来不止一面 见过了鲜笋的植底味蕾 懂竹的竹林人家 更会发觉竹子含蓄的美味 北宋诗人苏东坡曾说 可使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清代画家郑板桥则说 举世爱栽花 老夫只栽竹 如果苏氏与郑板桥 生活在今天的江西夷丰 那他们的幸福指数 应该会大大提高 九十多万亩竹林 一百二十多个品种 均有竹 石有竹 要想尝到这里 截然不同的竹子味道 可是要花费一番功夫 傅晓云 黄冈镇的采笋能手 每年春天 他都能采挖三千多斤春笋 晒至一千五百多斤春笋干 作为一丰人最喜爱的零食之一 春笋干甜辣咸香 嚼劲十足 黄冈镇农户晒笋干的手艺 在一丰颇有名气 镇政府决定帮村民打开销路 让黄冈镇味道走出大山 傅晓云的女儿傅龙燕 在镇政府工作 历春时节 她的任务就是组织农户 加工春笋干 于是在笋干面前 女儿和父亲就变成了甲方和乙方 女儿今天回娘家 傅晓云高兴之余 还有点紧张 因为女儿这次回家 可不仅仅是省亲这么简单 公事面前 傅晓云和女儿公事公办 笋干能否合格 自是女儿说了算 老傅 你看看 你这粗纤维 比你还老 哪里了 这只是一点点 我们还要精挑一次的 你在原来的定一关 你就把它寻好了 下次如果我发现 一关里面超过有十片 我就发你款 我发你款 一片人家找不到的 我要给你发款的 你要注意了 下雨了 赶紧收 收 这天不作美 快点 天不作美 所以你们在这个时候 一定要看下天气一爆 老傅 我帮你说这里的 老傅你慢点 你这老过的老腿的 注意点 慢点 婦女二人 牙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风人用春笋肝 招待客人 休闲解馋 笋肝既是社交利器 也是快乐源泉 妇女二人是快乐的生产者 今天过来 今天过来买什么招待 撒个笋给你 先挖先赞 别人都是杀鸡 你杀个笋的招待 你要知道杀个笋的招待 比杀鸡还好 这个地方的口感再好 怎么样 哇很好吃 主要是你挖的 特别好吃 哪呀不 我挖的 那得不肯定 是吧 没有鸡招待 杀个笋比较好 以后你要多挖点这个笋给我吃 多奶鸡汤 一直在厨房忙碌 是母亲徐伟宁 表达爱意的方式 将春笋和腊肉同炒 才不辜负这份春季限定美味 辣椒你们好辣 哎呀 要么不好 加一个给外公吃吧 来 屋外的雨熙熙粒粒 这让傅晓云坐立不安 你去找人 时间不等人 你在家里不出去吧 孙照样长起来的 他不会等你的 他如果总这样下下去 好麻烦 一风气候温暖湿润 春季雨水丰沛 晴天尤为珍贵 一大早 傅晓云赶快召集朋友 上山帮忙挖笋 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又一次开始 一颗颗春笋从泥土中钻出来 挺直脖子等待着傅晓云的选拔 一风竹子的种类以毛竹为主 毛竹身形高大粗壮 幼年时期的春笋也白胖壮实 体重在八斤左右 春笋保鲜时间极短 一早一晚滋味便大打折扣 必须现挖现煮 制作春笋干依赖阳光 晒只是最后一步 蒸和卤这些工序 必须趁着天晴尽快完成 一颗颗春笋好像是接力棒 在夫妻二人手中传递 这场接力赛的竞争对手是时间 第一批蒸好的笋冷却后 需快速切片 时间紧 任务重 邻居都来帮忙 调配好的秘制料汁 熟记于新的调料配比 让笋片同时拥有了 甜 辣 咸 三重滋味 这是傅晓云的看家技术 和竹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傅晓云 总结出了一套竹子哲学 一个人在世上 你不去拼搏 你一丝无尘非 一个人活在世上 就是没有这个拼筋 没有这个拼搏的精神 你怎么去生成 也活得没意思 两个小时后 笋片出锅 晾晒紧随其后 一片片笋片 悠闲地享受着日光玉 摆脱了水分的束缚 获得了轻盈的肉身 与这份悠闲 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做笋人的忙碌 和时间赛跑 这是笋对傅晓云的要求 也是她刻在骨子里的信念 竹林人家爱竹子的美 也爱竹子的胃 竹子不仅保障了 竹香人的物质生活 也滋养着竹香人的精神世界 面对日日相伴的竹子 他们展开了一场 关乎美味的丰富想象 张州多山多竹 房前屋后的竹林 成为张州人开启 另一番美味的绝妙搭档 周末 欧阳小燕叫上好朋友 一起去了趟村后的竹林 有时 他们就经常结伴在竹林里玩耍 不过 这次除了相约游玩 欧阳小燕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为自己的竹筒饭 再开发新菜品 竹筒饭多建于中国南方 出产竹子的地方 都可见到竹筒饭的身影 进山劳作时 不带锅灶炊具 只带上大米 做饭时就地取材 砍下一节竹筒 倒入米饭和水 放在火堆中 中火慢烧 不使竹筒燃烧为宜 竹筒的水分 开始慢慢溢出 三十分钟后 虽然竹筒的表层 已经被烧得焦黑 但内里的米饭 此时恰到好处 软糯的米饭拌着竹子的清香入口 令人口齿生津 欧阳小宴所在的塔坛村 被数万亩竹林环绕 村民们世世代代种竹 用竹 衣食住行 离不开竹 竹子早已融入塔坛村人的日常生活 因为取材方便 制作简单 很多塔坛村人 进山劳作 都会做竹筒饭 这次进山 欧阳小宴也带上了 煮好的竹筒饭 和好朋友一起享用 饿了 多吃一点 晚上还要采竹子回家 把它全部吃完 刚才已经吃了两大碗 那现在一大碗又完了 以前小时候 看棒啊 山山干五一 都是带些米 去那边就地去采 然后那个竹子 现砍的 这个碗啊 勺子啊 都是现做的 很香 让竹子均香的味道 做竹筒饭 欧阳小宴最拿手 但这次 她要用竹筒 做些不一样的竹筒菜 用竹筒烧饭 在塔坛村很常见 可用竹筒做菜 欧阳小宴只能自己琢磨 只需用刀背轻轻敲击 欧阳小宴就能找到 最合心意的竹子 这个不行 这个也太小 太人轻了 这个声音很清脆 这个差不多五年的竹子 这个很适合 好 那就砍这一颗吧 好吧 生长五年以上的毛竹 中间的竹筒有四十厘米长 竹壁厚一厘米 用来烧竹筒饭正合适 一根竹子 只有中间部分适合做竹筒 竹筒饭 竹尾太薄 容易烧糊 竹头过厚 米饭烧不熟 可就是平时弃之不用的竹头和竹尾 欧阳小宴好像有了新想法 佛手瓜质地嫩 不宜酒煮 用较薄的竹尾做竹筒 一斤重的白鲫鱼 体型扁宽 适合长时间蒸煮 这根竹头又粗又厚 可以烧烤一个多小时 那我就拿来做鱼汤吧 因为这个鱼烤越久 那个味道越好 越好喝 鱼做汤耐煮 时间越长 鱼汤味道越纯 针对不同的食材 选用不同部位的竹筒 原本被弃之不用的竹头和竹尾 在欧阳小宴的手里 在欧阳小宴的手里派上了大用场 随着温度升高 竹筒内释放出类似坚果的香气 佛首瓜清脆 经过竹筒的烤制 不仅果肉细嫩多汁 还带有一股淡淡的竹子的清甜 白鲫鱼富含动物蛋白 在竹筒内充分释放鱼肉入口即化 鱼汤色如白乳 喷香扑鼻 纯舌一品是一山百味 暖意入腹乃人间温情 竹的一生都在奉献美味 吃竹用竹 吸竹更懂竹 在竹林的呵护下 在绿水青山间乐享生活 这是竹林人家的岁岁年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